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不透露 全国共有221个斜坡需加倍关注 尤其是在季风季节来源之质 摘尖岳市及故贺发现咖喱角内有发霉的酱汁 供应商躺成发霉的咖喱角是 其一天为卖完出的咖喱角再放出来售卖 网传合约医生将在今天4月3号至5号再罢工 针对此事 副首相达达尔曼座表示 近期内将会把合约医生的问题提成与首相达达尔曼 就要有关的课题展开谈论 作为医生医生医生的问题提成与首相达达尔曼座 有机会以双赢局面解决问题 他保证会与首相会面以双赢局面解决问题 不让任何人被边缘化和排除在外 面对我国医生罢工组织将在今天发起罢工活动 如佛州卫生局局长 达尔曼表示 当局将确保全柔佛各县的医院和诊所 在今天保持正常运作 而且目前并没有传出 有医生展开罢工行动的消息 当局也已经采取控制措施 确保所有官员和医生 留在工作岗位上 无论如何 一旦发现罢工行动 当局将会对参与罢工者才是行动 包括发出警告信 柔佛州卫生局职法人员 昨天下午到新山的一家摘谢粤士级 展开检举行动 阿曼在出席活动后这么表示 阿曼也表示 柔佛州拥有多名合约医生 但他暂时无法给予一个凝聚的数字 另一方面 柔州卫生与团结事务行政议员林天顺认为 柔佛州内的医生包括合约医生 都怀着一颗医者真心 不仅是争取自己的福利 也会注重病人们的权益 他认为到目前为止 当局和合约医生之间还存在谈判的空间 而柔佛州政府也会聆听合约医生的心声 并把他们的心声传达给卫生部 马六甲州乌统联委会主席 拉德士阿德拉乌3月31号宣示出任第13任 加州首长 副首相拉德士阿曼泽亦证实 也与阿德拉乌会面 以商讨加州行政议员的阵容 而这次也将会有副行政议员的职位 同时也将涉及马六甲团结政府中的盟友 他相信大家会给加州新任首长机会 让他证明他可以做到最好 阿曼泽亦早前会见了加州新任首长 而他也提成了几位行政议员的名单 名单上不只是职位上有改变 还包括几个名字 或许会有副行政议员 其中中央团结政府成员党 也将被考量纳入加州的行政议员阵容 阿曼泽亦也是乡村级区域发展部长 他昨天到斯里瑟玛拉祖屋出席开斋晚宴后 这么表示 摘建月和开斋节期间的肉鸡与鸡蛋需求 势必由此增多 但供应量目前也不会受需求量提高而短缺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达德斯·萨利胡林指出 连锁超市所贩售的肉鸡价格低于顶价 说明了市场供应充足 针对媒体询问东马物价高级的情况 萨利胡林坦言 想要压低东马物价对该部而言是一项挑战 但他承诺将协助当地人民减轻生活负担 他也表示 民众如果发现有商家贩售的日常用品 高于市场价格牟利 也应该向当地贸销局进行投报 以便执法人员进行调查 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 尼美纳尽表示 全国共有221个斜坡 需加倍关注 尤其是在寂风季节来临极致意 如果各方认真看待地质的发展 确保地点安全 不存在斜坡等地质灾害风险 那2022年12月发生的 包东加里营地土崩事件 是可以避免的 Nik Nazim也表示 地质学家必是定期进行检查 以确保人们有足够的知识 以避免将来发生水灾 或泥石流等亿万事件 他说当巴东加里营地土崩事件 发生期间 他今年见证了矿物及地理科学局 展开的工作行动 他表示矿物及地理科学局 也直接参与了起草 2021至2024年地下水策略计划 以支持2040年水业转型计划 这是为了通过不断研究 地下水源可持续使用 以确保我国的水工处于可持续状态 他也说 该部正在积极拟定 国家地质公园发展和落实计划 使我国的地质公园发展 以可控和可持续的方式进行 获取了水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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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州宗教局局长——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指出 当局从早上10点至下午2点 在州内数个地点展开取缔行动 而执法人员在有关行动中扣留两名分别为 52岁及63岁的穆斯林男子 事发时 他们在投注站准备下注 但没有发现执法官员在场 执法人员带他们完成下注 准备离开柜台时 当场询问及扣留 二人在接受调查时告知 随着开车节的来临 他们希望可以靠下注万字票 得到一笔横财 当局将引引1991年 甲州伊斯兰刑事罚典 第81条文调查此事 罪成者将面对高达 1000令吉的罚款 或接近6个月或两者兼施 网传匿名长途巴士司机 编开巴士 编划手机的视频 滨州总警长达德索赫利指出 警方已采取严厉行动 对付该名违规司机 并向对方开出法单 警方在进一步调查后发现 这名司机之前已经有13次 违反交通条例而接获传单 当局有权吊销他的驾驶执照 警方证实 该名长途巴司机已被 带往威中警区总部协助调查 长途巴司机的尿剪结果成因 并没有滥用毒品 他表示警方援引1959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17条A款条文 向该名在没有免提设备情况下 使用手机的司机开出罚单 在有关条文下 一旦罪成将被罚款2000令吉 或接近不超过6个月 另一方面陆路局总监 也发文告表示 已确认这名司机所驾驶的巴士 是属于一家在槟城北海经营的公司 陆交局强调的是 边开车边玩手机是严重且危险的违法行为 不仅对乘客 对其他道路使用者都可能 酿成道路交通事故 为了巴士乘客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陆交局建议所有司机和道路使用者 需遵守道路法规 同时所属公司也要密切监控各自的车辆的司机 让他们在驾驶时更加谨慎和负责 才能减少悲剧发生 网上流传一群球迷在冰岛市政厅体育场外 发生骚乱的视频 警方事后逮捕三人驻查 其中一人拥有刑事罪案前科 东北县警局主任苏菲安发文告表示 根据视频 一群足球支持者在体育场外发生骚乱 经过警方调查 这起事件发生在1号凌晨12点30分 他说当晚是槟城与霹雳足球队 在大马超级联赛中对垒 三二事件是两只支持者之间 进行挑衅而引起 警方事后已控制场面 并逮捕三名年龄20至23岁男子 其中一人拥有刑事罪案前科 苏菲安指出 三人尿检结果显示 他们没有涉及吸食毒品 三人被警方问话后 以获口头保释 目前警方援引刑事罚点 第147条文制造骚乱 追查其他涉及的人士 涉及者一旦被控制成 可被判监两年或罚款或两只监尸 两天前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 肆虐的极端风暴 正在向东海岸地区转移 纽纽约等东部城市即将遭遇雷暴雨和强风袭击 这场正在东处的强风暴已在南部和中西部地区 造成至少22人死亡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 国家气象局预测 纽约市将在星期六 4月1号至星期天 2号出现暴雨天气 但不会引发洪灾 当局还无法确定 这场强风暴在东部地区的影响范围 据了解强风暴在沿大西洋中部地区的风速 获达每小时93公里 为了提高纽约居民的警觉 纽约应急管理部发文称 这不是愚人节玩笑 航班信息追踪网站数据显示 强风暴已导致约700趟航班被迫取消 约4800趟航班延误 受风暴影响最严重的城市是芝加哥和亚特兰大 五月天演唱会天团合体 五月天在高雄市运的演唱会 昨天请来重量级天团嘉宾Energy 这也是回为20年再次合体 勾集粉丝满满回忆 让人惊讶的是 2003年就推出的Toro也建设 和牛奶 阿地 坤达 朔伟 时隔20年重现经典的完全体 新闻解释前我们来看看 我是朱敏鱼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